景美春则是24号晚间举办了中秋感恩回馈分食教育宣导联欢活动 湘民代表会的主席景美春长也都准备了烤肉食品及丰盛的摸彩品 有705位族人一起来欢庆中秋节 112年度景美春中秋感恩回馈及分食教育宣导联欢庆活动 在秀营下面代表会主席陆瑞琳和景美春长田广正的精心规划之下 并且在20号晚上在布拉丹多工人聚会所停车场办理欢庆活动 秀营下面代表会主席陆瑞琳副主席丁立方 秀营下面代表夏宜松 白秀娟 白静吻 黄富翔 景美春长田广正 和平村长董莲宇 亚洲水利公司花莲厂专员 曾经龙 共同来欢庆景美春中秋晚会的盛事 藉由这次的秋秋节活动 在社区办了我们分食烤肉的活动 让大家同乐 虽然活动当中有很多的小杀菊 但是也让村民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爱 也很感谢我们村长 在任何人为了我 在联盟与那些 这款美兴的年轻魄 但是与那些联盟与那些 在联盟与那些 一直不相同 跟这些伤害 七百多人 比赢得十分非常明显 真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一代理的享受 让我们三战伦云 两位一线 我们为了更加的有力量 前日新闻下面代表会副主席林一党也广要费信赏的叶子参与 同时也支撑红包让现场参加主任们来进行抽奖 现场还有极美丰富的莫财品 等着幸运的主任们来抽大奖 代表会主席洛远林极美村长 田光正和极美村的林长们 共同欢唱掌声响起 共同来欢庆中秋晚会的活动 记者 军阳 军阳 军阳